哈喽各位小伙伴今天呢又是来玩一款来自80年代 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大的一个游戏机 就是这款KO Boxing 一个全机的游戏啊 那这种游戏机呢它是有个名称的 叫做LSI游戏 在二手平台搜索这个游戏机的名称的时候呢 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类似游戏啊 你比方说这一款呢就是一个吃豆人的游戏 它呢其实是一个荧光馆的设计啊 这个也挺吸引的 只不过咱们这款不是啊 那这里游戏机最有名的厂家呢 应该还是任天堂 对吧 咱们这款呢就是一个印刷屏啊 背景是事先印好的 打开机之后呢 小人也会出现 这里游戏机除了任天堂之外还有万代 只不过咱们今天这个主角啊 我好像是没有看到厂家的名字啊 那么就是这个Ganking 本来是这个Ganking啊 它呢是做积木出身的 那也是和小孩子玩具相关的一个厂家了啊 那么这个机子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搭载了一个像耳麦的东西 打开包装这个东西都有几十年了啊 那屏幕呢也是有一点点发霉了 没有说明书啊 这个呢其实是游戏机的一个外设可以整个的拿下来 机子呢就是这么一个造型 乍一眼一看呢这个机子操作还是相当的复杂的啊 你看这里呢有一个摇杆 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都是可以控制游戏机里面的不同功能的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按键 底下呢有麦克 然后电源开关以及开始键 对面呢就是它的一个电池仓 它呢需要4节5号电池才能给它供上电 所以它的性能应该是很强的 然后侧边呢可以看到啊 那这个是麦克风的接口 也就是说明这个小外设呢其实是一个麦克风 这边呢看着像一个耳机的造型 但是其实没有开孔啊也就只能够起到一个卡在耳朵上的作用啊 就这样 就这样然后戴上 顶着我嘴啊兄弟 可能我们帽子有点不合适啊 不过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调整的 那么现在我们先给它上上电池 这个东西啊大概是可以认定是在1985年 或者是更早之前出的 不可能超过85年 为什么是1985年呢 因为我已经查到了 它就是来自1984年啊 那其实这类的游戏机呢还是非常之丰富的 各种各样什么样子主题的 什么样子类型的都有 而且设计不像现在游戏机一样 八九不离十啊 摇杆屏幕 十字键 ABXY 那它的造型呢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比方说我们这款呢 在eBay上卖的价格是90欧元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款游戏机 扎上电池之后呢 咱们这个屏幕就亮起来了 出现了一个小人 这里有个Buster 应该就是咱们的最佳战绩 是一个TRA0 那可以看到这边呢 有开始键 按一下应该就可以开始比赛了 那再一次 滴滴滴滴滴 好开始了开始了 咱们是在右边的一个小人 左边的小人呢是咱们的敌人 是一个黑色的 这个时候要回到这个封面了 看这个封面 像不像船王阿里 所以这款游戏机 应该在当年是非常乐血的一个存在 难度可能也是有一点的啊 毕竟是一个难了的游戏 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操作 这里虽然是个导航键 上下左右键啊 但是它实则不是控制方向的 而是控制这个出船 Upper 这个就是上钩船 然后 GAB 就是直船 这里 1 2 就是往右的方向呢 是两下 就应该是 当当当当 这样子 那么 这个 Hawk 应该就是下钩船 然后旁边呢 应该是两个防守 一个是躲避 这个是躲避 这个 主挡 挡一下挡一下 防守技能 那就很简单了呀 大概的流程咱们就知道了 来一把男人之间的 PK 这也是咱们的人物血量 敌人的血量 好 开始啊 被KO了 还有多秒 10秒 我们得赶紧起来 我这摇杆 不停死啊 我的天 翻车了翻车了 10秒 10秒之内 一定要起来 被KO了 这个 摇杆有点问题啊 哎 哎 我先修理一下它 不好意思 其实呢 我们搞了个乌龙 要把这个按钮 移到这边 哎 再就可以 你看 比方说 我们出船 这个是直船 这个是勾船 哎 可以了 现在我应该是可以KO对手了 Ready Go 打他两枪 来一个勾船 来一个勾船 勾船 勾船 从上打 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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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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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啊 看了 我 我KO他了 天 但是 vanilla 凯邪 他又起来了 很顽强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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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着给他好几下 他要打我的时候 我来一个后仰 被他KO了一下 我要赶紧起来 怎么打半天 我还是血更少的一方 给他直接AB两下 下钩船下钩船 你看KO到他了 我的天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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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笑 两笑 哇 你看我这一局呢 绝对性的优势啊 你看 要赢了 要赢了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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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钩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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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赢了 赢了 easy 非常轻松的取得胜利啊 好 这个R3呢 就是第三局 哇 他很顽强嘛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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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刮了 他刮了 WIN 咱们就赢了 12 15回合了 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拉锯战啊 我们一定要保持 实时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不然的话 你看我两下又被他打了 虽然我们出拳很快 但我们从来不躲避 哎呀 很快 说话间就输了 现在已经game over了 我的天 那现在我们不继续比赛了 就看一下这个90 是不是我们的成绩 好 读秒结束 留下了我们的成绩90 那经过一个简单的试玩呢 我发现这款游戏的难度 还是挺高的 不光只是我们一股脑无脑的进攻就行了 还是需要防守的 这个拳击的防守呢 可能就像篮球里面的篮板球 对比赛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后仰的防守 以及举双拳的防守相当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用上咱们这个神器啊 麦克风 用上之后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轻松的取得比赛的胜利 这个东西应该还可以用吧 先接上麦克风 这样待吧 瞧等一下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切换到麦克风 嘿 你看 你看 我在说话的时候 等一下啊 我说话 它就开始 传传传 Hello 嘿 嘿 Come on OK 只要我发出声音 它就能识别 但是呢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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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吹气 更加好使一点啊 咳咳 咳咳 你看 我发出这种咳咳的声音呢 它好像是上钩拳用的比较多一点啊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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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它这个拳啊 都会乱出 不一定用的是哪一招 现在我们来比赛试试看 來 piece 诶 别呆着不动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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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也要反应 一下子没有反应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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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TA 果然啊咱们就能够更加轻松的取声了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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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on c'mon 给点劲啊 兄弟 你都是冲手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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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直接被我们唬住了 第二回合了 诶 我让你一手好不好 打我 不要客气 打我 打我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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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好像变得非常迟动了呀 我们根本不需要防守 后仰 后仰 这个时候发现后仰躲避 也是通过声音来控制的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声音来控制动作 完全是不能够拿捏的 就一直在讲话 一直在讲话 他就会进攻 有些时候呢 是下过拳 有些时候上过拳 他家伙 毫无张法可言 只要你是个画脑 你就能胜 嘿嘿嘿 打我 小黑哥 叮 又要赢了 毫无挑战啊 我发现其实这个对手 他现在变得持动了 是不是 就打我一下 就过去一分多钟了 他就打了我一下而已啊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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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吗 对了吗 来 再打我 使劲打我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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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已经快把他说死了 你看 又KO他了 那我现在来结束下比赛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小白已经左勾船 左勾船了一个 左勾船 左勾船 来个KO啊 小黑已经对我们打得挺顽囯夫了 他甚至习惯性的后仰 我们还没出手 他就在躲避我们的动作 预判我们的预判 但是 我们马上要赢得比赛了 因为我又KO对手了 我觉得这个AI这个时候变得笨了一点 我们切换成这种手动的模式 你看 切换成手动 他就疯狂攻击我 我天 所以这个游戏机 它是有设计的 可能是考虑到当时那个年代的技术 这个用声音来控制游戏 人物的这么一个设定啊 可能没有那么灵敏 所以他放低了这个电脑出击的一个频率 让我们更好更容易的赢得比赛 就是这么一款机制啊 我觉得还是相当好玩的 我玩上了十几分钟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么他们那个年代玩到这个机制的话 应该也是挺开心的 好了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